今天教给大家的是如何在Proxmox VE中安装OpenWT Proxmox VE简称PVE 现在最新版本是6.3 PVE相比ESX来说会更强大 将荣性更好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ESXI 现在已经转为PVE了 PVE是基于Debian的系统研发的 上手难度会比ESXI会高一些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挺容易的 首先你在网网就会下载得到最新的6.3的ISO镜像文件 稍后我会把这个下载链接分享出来 接着我们插入一个空显的右盘 把这个ISO镜像文件写入到右盘里面 在这里推进用H这个工具来写入 接着开启选择从右盘解冻进入安装程式 由于我4K显示器的字太小了 所以说后来又在虚拟机里面录了一遍安装全过程 由于虚拟机的分辨率比较低 所以说字会比较大一点 接下来选择安装的硬盘 由于我只有一块硬盘 所以说默认就好 而且我这块硬盘是全空的没有什么重要的数据 如果你有多块硬盘的话 记得选对硬盘 如果你有更高级别的分区的需求的话 选择options 接着选择国家时区布局 接下来设定一下登录密码还有邮箱 接下来选择管理界面的网卡 基本上默认就好 如果你像我一样有多个网口 一般都是把第一个网口作为管理口 也就是电脑的网线的直连这个ISO镜的接口 然后在这里它就会显示一个ENPEX0 这个就是ISO镜的接口 然后主机名的话随便写一个就好了 IP地址指定一下 那么网关和DNS 我其官设为即将安装的Openwrt的地址 也就是10.0001 接着信息确认55之后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好的 这就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它会重启一下 在这里选择第一个启动项 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好的 这就已经启动好了 上面还显示了一个刚刚设定的IP地址 待会输入这个IP地址 就可以进入后台管理界面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SH工具的连接到Porksmox 在这里推荐用XL这个工具来连接 输入你设定的Porksmox的IP地址 然后端口是22就可以连接了 接着我们先编辑一下圆的列表 然后在最下面添加这一行 当然了 你还可以添加一些国内的圆 就比如说阿里云的 编辑好之后 按CtrlX并保存推出 接着我们编辑下企业圆 把这一行给注释掉 注释完成之后 按CtrlO保存 按CtrlX推出 并结完成之后 我们先不更新圆 我们等联网了之后再更新 现在先配置一下网卡指通相关的设置 接下来我们在Quart后面 添加英特尔Io MMU并且启用 如果你是AMD处理器的话 把英特尔改成AMD就好了 当然了 事先你要在主板的BIOS里面 开启虚拟化技术 同样的编辑好了之后 保存推出 接着我们更新一下Grab 更新完成之后 我们编辑一下模块 在这里面添加这四行 全部都是给VFIO的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可以搞网卡指通了 编辑好了之后 保存推出 接着我们就可以 旅破的重启这个服务器了 重启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浏览器 进入PorkSmart的后台管理界面了 接着可以把语言改成中文 然后输入你设定的账号密码 就可以登录进去了 到这里呢 PorkSmart就已经全部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就给大家的税炉 和安装OpenWRT OpenWRT的固件的话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这个精简版的固件 这个在电报群 就可以下载得到了 现在好之后呢 把其中的非EFI版本的解压开来 然后会得到一个AMG的镜像文件 接着我们把它重命名为 OpenWRT.AMG 方便后面的操作 接着我们来到PUE节点的 储存Local 上传刚刚的AMG镜像文件 好的 这就已经上传好了 不过呢 我们先不用 我们先新建一台虚拟机 机电就当前的PUE ID呢就默认了100 第二台虚拟机就是101 第三台就是102了 这个就是按照数字来区分的 名称 我设为OpenWRT 然后在进阶选项里面呢 勾选开机自其功能 这个方便在你家里 停电来电之后呢 迅速恢复网络 接着在作业系统这里呢 勾选不要使用任何的媒体 系统呢就默认了NX5.3内核 接着系统这边呢 默认就好 接着在硬碟这里 默认的SCSI就行 然后它默认储存在LocalLVM里面 那小的EGB就好了 待会呢要删掉了 接着CPU这边呢 选择你将Open 配给OpenWRT的核心数量 那边呢选择host 接着设定一下记忆体 我这边呢 最小设定为EGB 最大2GB 接着网络这一边 默认就好 型号的话是半虚拟化 记得把防火墙给关掉 也就是不要勾选防火墙 确认信心无误之后呢 就可以完成设置 这就成功新建好了一台虚拟机 接着我们来到硬体这边呢 冲动刚刚新建了 那个EGB的磁碟的链接 接着移出这个磁碟 接着可以用X2R 或者用节点自带的命令列 接着把之前上传的OpenWRT.MG的镜像文件呢 转换成虚拟机100可用的虚拟磁碟 并且把它储存在LocalLVM里面 虚拟机100呢 就是刚刚创建了那个OpenWRT的虚拟机 转换好之后 回到硬体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未使用的磁碟零 接着编辑一下 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呢 增加这个磁碟 然后我们来到选项这边呢 修改一下开机顺序 勾选刚刚新建的磁碟 然后把它拖到最上面 这样就好了 就可以完成设置了 回到硬体这边呢 我们把用不到的关区给删掉 接着就可以搞网卡直通了 增加下PCI装置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列出了 我所有的6个网口了 那么呢 第一个网口不要动 那是我们的管理口 如果你直通了第一个网口的话 那么呢 我们再也进步去这个Proximax的后台了 接着我们选中第二个网口 然后添加一下 那么呢 这就已经成功添加好了一个直通网口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重复上述的操作吧 其他的4个网口呢 都添加进来 好的 这就已经添加完成了 总共一个虚拟口 再加上5个直通的网口 如果你不想搞直通 有没有关系 我在视频后面呢 会教大家如何创建虚拟网口 接着我们就可以愉快地启动虚拟机了 当画面停止下来之后呢 按Enter回车 然后进入网络设置界面 在这边呢 按Insert进入编辑模式 在这里我们主要改的地方呢 就是把LAN口的默认192.168.1.1的IP地址呢 改成你想要的 就比如说我改成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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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接着按ESC退出编辑模式 然后输入网口WQ保存退出 接着输入Libro的重启系统 重启好了之后呢 我们输入刚刚设定的IP地址 就可以进入OpenWRT的后台管理界面了 默论密码是Password 输入之后呢 就可以登录了 好的 我们先修改一下主题 OK 这就是主页了 你可以看到它显示我的CPU呢 是4415U双核双线层 因为我之前呢 把它改成了一个插槽四个核心 不过我这个处理器呢 是双核四线层 我要怎么让这个虚拟机呢 也双核四线层呢 这个非常简单的 你只需要先关机 然后把它改成两个插槽 两个核心就好了 这样的话OpenWRT就显示双核心四线层了 接着来到网络接口这边呢 把用不到的接口给删掉 然后进入LAN口的物理设置 把其他的五个网口都勾讯上 然后保存并应用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连接光猫千召口的那条网线的一头呢 连接到这个软路由的ESA5的接口上了 我们待会呢 要把这个ESA5作为WIN口 接着我们来到转开概况 然后你会注意到ESA5这个接口呢被激活了 这个直通还是很准确的 物理的ESA5呢 对的就是这里的ESA5 ESA4就对的ESA4 而在之前的ESAXA里面呢 直通的网口是混乱的 就比如说物理的ESA5呢对的是这里的ESA2 总的来说呢 PARXMOX直通的网口呢 非常的准确 不会混乱 你们也注意到这个ESA0的管理孔呢 它显示为半双功 但它其实并不是半双功的 它只是半训练化技术是这样显示的 实际上是全双功的 接着我们回到LAN口的物理设置 把这个ESA5给取消勾选 然后在WAN口这里呢 勾选上ESA5 然后保存并应用 接着来到WAN口的一半设置这里 如果你是刮猫拨号的话 那么这里就默认的DHCP客户端就好了 这次币呢 我改为PPPOE协议 因为我的官方是桥节模式 我用软路由来拨号 接着输入你关心的账户密码 就可以拨号了 接下来就会正常联网了 关于更多的OpenWRT的设置呢 我上期有讲过 所以说这期就不再讲了 好的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联网了 我们就会开始更新PARXMOX的源了 接着输入apt-upgrade OK 这就已经更新好了 最后给大家讲解一下虚拟网口 如果你不搞网卡主动的话 就需要这些虚拟网口了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6个网络装置 这就是6个物理网口了 那么呢 还有个Linux Bridge 这就是虚拟网口了 这个是默认生成的 这个VNB20的虚拟网口呢 它桥接的是EMP1S0 这个EMP1S0 其中的EMP1是E4NET的缩写 PE表示PCR总心1 S0是Slow的0表示插槽1 VNBR0其中的VN是Virtual Machine的缩写 表示的是虚拟机 B2是Bridge的简写 表示网桥 0是起始变号 接着我们创建第二个Linux Bridge 名称呢 就是VNBR1 它桥接的就是第二个网络装置 也就是EMP2S0 同理第三个Linux Bridge呢 就是VNBR2桥接的EMP3S0 同理接下来的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的虚拟网桥呢 都是这么搭建的 搭建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虚拟机里面添加这些虚拟网口了 当然呢 我已经直通了网卡 所以说我就不再演示怎么添加这些虚拟的网口了 我画了一张图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明白Linux Bridge和网络装置之间的关系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流浪了 感谢大家的试看 本期的干货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呢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最后 欢迎大家加入UP主的电报群QQ群还有Discord 也不要忘了关注Facebook IG还有推特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